李长荣化工被各界认为是高雄气暴事件的护手 但是高雄市政府却一直没有勒令停工引发质疑 环保局坦诚目前还找不到法源开罚 只能够呼吁荣化自行停工 而在各界的压力之下 李长荣化工终于宣布今天起将要停工四天 高雄气暴意外造成严重伤亡 现在祸手指向李长荣化工 不过事发至今 荣化却只停工一天就复转 让灾区的民众相当不满 外籍批评高雄市政府毫无作为 让荣化持续营运 而高雄市环保局则表示 目前和劳工局还在翻找相关法令 寻找让荣化大设厂停工的依据 对任何一个企业做处分都必须依法律 因为法律处分才有强制性 那么这部分我们在跟环保署 在跟相关劳动部门公安部门在研究 找不到法源 环保局只好用喊话方式 呼吁荣化暂时停工 但也鉴于法令不足 环保局未来会要求实化业者 必须申报管线运输的相关资料 就算没有法令依据 也要强力执行 所有这些实化业 完完整整的将它的原料从哪里来 产品从哪里去 卖给哪一家公司 从哪一个管线来 所有的资料呢 必须呢 申报到环保局来 环保局打算硬起来 强势管理高雄市的管线 民间团体则认为 地方政府要全面清查 高雄市区的所有管线 而中央单位也该负起责任 全面检讨 假设这些法令不足 那是不是也代表 我们经济部长期以来 是根本就是怠惰 这个职责上是一个 一个没有好好的 敬他们的职责的这个部分 这部分其实是让高雄 非常的不满 目前初故高雄市地下 有16条实化管线 建制时间各不相同 现在市府决定广阳补牢 要建立管理机制 就是要避免类似灾害 再度发生 这层一蕾齐高雄报道